伊斯大和涛博的比赛开始了 但看花海的样子 他的胳膊应该是受伤了 一直在揉 包括后面在休息室里 教练组也是一直在给他按胳膊 我们先来看双方第一局的阵容 伊斯大选了船夫加苏裂双开团的体系 搭配了大后期的加罗 控制链是很足的 还有一个真机 这个阵容强是强 但是比较吃技能的看破链 而右边飞切加罗会比较舒服 针对这个阵容 托米也是玩起了急目效果 不用理性 在我马上的样子 火药味很浓 在我看来 伊斯大这弄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无非就是加罗太脱后期了 他前期肯定搞不了事情的 团战输出几乎为零 然后就是 伊斯大这个阵容非常吃技能的看破链 就说白了 如果让A技和狼队来打 我觉得这个阵容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还会觉得很强 因为他们小技能的控制链 配合得很完美 这个阵容如果配合得好 就无敌 如果康布链接不上 那你就很烦 因为都是开团英雄嘛 你的加入会不好跟输出的 在开局上 涛博抢中 而伊斯大的打也选择边开 你们看狂铁的操作 闪先去打后面的兵 他这个就是必死的打法了 就我知道我要死了 但我死之前 我想把兵线给吃了 结果三个兵 一个都没吃到 我其实有一种感觉 就胜这组的比赛你看多了 你再去看败这组 你会明显的看出区别 这其实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S组 他只有排名前四的队伍 才是真正的S组 以第五第六名的队伍 他几乎都是临时抱佛脚上来的 和真正那些前四队伍 差距是很大的 我拿第一个团战来举例子 你就能明白我说的 看苏烈的位置 他假设也转中 实际上却藏回了蓝区的草虫 这个套博士没有发现的 张飞过来踩草虫 也没有发现苏烈 香香没有蓝量了 这波能不能杀香香呢 当然有机会 苏烈想要开团 这个时候真击也闪现跟上技能 但是结果呢 一技能空了 大招也没有空到 香香按住了闪现 这就是前面说的 你的技能看不见接不上啊 然后人家飞过来了 一路乱杀 飞来了 一个斩杀秒 一个 西龙也得死 这波稍微有点大意了 想杀蓝 但是康布列没有跟上 这一波康布列没有跟上 然后连死两个 闪也没了 龙也没了 这一波的话 一技能两个还都掉了 这有点难受啊 这不是一技能的团战能力啊 更不是技能下可以出现的失误 节奏起来后 野区自然要反 紫阳的苏烈想要开团 但对面根本不给你机会 张飞先喷大 一心框 一心大根本不敢接这波团战 换一心一个框 框到了这边的一手坦然 坦然不要反打 这一波超过也没有往里冒进 反打也打不了 针对点就开始进到野区了 下一波蓝区又开始了 但这里一心选择反打 花海切进去了 那他一心要框 框了 我们直接锁了 锁的是这边一手一心 那一心根本不怕 直接反手杀花海 花海倒了 地方那边刷上香想 一丝险 那个坦然想杀 刷上香没杀掉 刷上香半会过墙直接反杀 正面的话打了一波零花 中的冰线还要过 刷上香上路再去过一波冰线 这样的话 刷上淘宝很舒服 这整体来说就很舒服了 很美好 到这里基本上已经没了 还反了红 可涛博后续也出现了问题 你们直接看这一波 他这波团战的顺序是这样的 一心框一个大招 框了一个季母 然后苏略看你一心没大了 他再闪下继续交大招 但问题是 他的大招交换后 也没有队友跟上去 然后涛博也大意了 看到苏略没大后 他的飞也冲冲欲动 上来摸一套 可队友已经撤退了 飞掉点 这波被伊斯大反扑了一波 大哥 你们的团战都这么儿戏的吗 你们这比的是谁跟下饭是吧 招费也没了 招费到都没有分出来 你们根本都要来 只能再过去再来追击 手车也赶索过去 直接来那个伊山 想把那个蓝蓝蓝 没有死掉蓝蓝蓝 那神就交了出来 这一波花海又站出来了 我灵魂山 花海和紫阳两个人 关键的先生开团 谁能结束戏都在说紫阳开的好 但我不觉得 我觉得是套博自己上来送的 如果飞不来的话 苏略的大招其实没什么用 时间难道19分钟 套博应该是见证了微博的教训 不想在风暴弩王的时候再去压水晶 微博昨天晚上就是这么倒下的 但套博很聪明 他把人仙放出来打 地形变宽后 他们打团就会比较好切 风龙刷新了 然后一决定生死 有杀掉另外的波珈罗在这边疯狂出出 谁能杀这个珈罗 当下翻过上去 当下有没有波甲 当下有名刀 这边的话花海在现 花海还有一个波甲 装备一个医生的献出花海的不活 花海可能要倒 另外来一边的话 狂点已经切到了全血的位置 武汉杀掉了 新龙0万5兄弟吧 0万5的团战 视频到这里第一局就已经结束了 作为一个观众让我来评价的话 其实还没有微博和TDG的好看 就第一局双方给我们的东西 还是不太够 不够经验 不管是战术还是操作 我们期待后面的比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小伙伴们 我们下期再见